又說有一段時間 沒有在內地和本港買地 只是地價超出預算 希望未來一年會買到 蔣沛言報導 說過政改不通過 香港人全部都會是輸家 尼嘉誠說對政改被否決失望 簡單來說 當然是非常失望 只能夠說其他不說 不能夠反敗為勝我們現在 不再說了 會不會觸發詳禍撤資香港 我沒有撤資 你站在這裡 這間酒店都是我們的 地產來計 我們在香港收租的 還有酒店的業務